BUNK的電腸 嗨 蘇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電腸時間 那今天的話要來做一個小測試 在那個野球魂A 就是魂A 對 大家知道的 有玩就會知道 那有玩的玩家應該就會知道說他的生卡球 在他們那邊會因為你頭的角度 就是高角度跟低角度導致他的幅度有不一樣 好 那今天就是要來測試一下棒球電腸有沒有這個 中高低角度導致生卡球跑的位移不一樣的這個問題 那我這邊抓了三顆球 那都是同一張投手在同一場比賽投出來的三顆球 那力度都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球速都差不多在136公里 那卡片的話基本上就都一樣 也不會有什麼技能影響 那牽卡的技能大家就知道這個進場就會發動了 那基本上可以看到這三顆球的角度 分別是這顆是低 然後中跟高 那右邊的話那個35乘33 35乘34跟36乘33 這個的話是他的位移幅度 那單位的話應該是像素啦 反正大家就看出資就好了 那這也是只是一個小測試而已啦 參考就好了 那基本上這三個啊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嘿 那個幅度的部分啊 可能啊 有失誤還是怎樣的 看起來幅度的部分是有不一樣的 但是這個不一樣啊 有可能是失誤 就是單純手拉的有問題 就這樣而已 因為他的幅度 都是差一格的像素啦 那這個部分其實跟球數一樣啊 這個就 這邊特別拿出來講一下 我自己覺得啦 蠻看個人的 基本上 我可能覺得這個一像素是 我覺得對球的判定應該是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這個一像素在瞬間 應該看不太出來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可能有影響到的話 那就可能有 那在程式碼的判定的話 我是不確定這個一點點的像素 會不會影響到timing 但是不管 反正 差距真的就不大 不管有沒有啦 那我自己的話 我是覺得說 這個可能 可能比起球數上面的落差 可能不會造成什麼太大的 太大程式碼的一些出棒的timing判斷 那總之就是有沒有 就看個人的想法吧 如果你覺得好像有 那 你覺得你相信我手沒有 六球的話 那可能就有吧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啦 這個一點點應該是還好啦 所以說就正常配球吧 那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就一個小測試 給大家看看而已 我自己是蠻好奇的 因為在野球魂的話 我記得那個幅度是差蠻多的 那這個看起來 嗯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暫停 慢慢看 這個看起來好像 沒什麼差距 好 那就小測試給大家做參考囉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 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